实际上人生有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只要在你的意念当中成熟 你会发挥它的意念的能量 有些人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凡是父母特别是母亲 对子女生活学习关注越重 这样的孩子往往学习很优秀 这些母亲到了中年之后 身体都不是太好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就是他们因为年轻的时候 为孩子身上付出的太多 而那些对孩子比较放任不大上心的父母亲 到了中年之后 他们的身体居然还都很不错 这就是我们说父母亲的心血 就是念力和念 就是我们说放不下 所以当一个人在祝福别人和祈祷别人的时候 他的能量也会有外失作用 所以人家说 为什么受到别人的祝福 讲祝福的话和祈祷 那么会不会在被祝福的身上产生一种效应 是会有的 这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宗教一直存在的一种原因 因为当别人受到你的赞美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种兴奋和很难控制的自制力 来激发自己内心的一种希望和欲望 所以这一神奇的力量 就是能够让我们现代人进行 很多自己认为不能做的事情 产生的一种希望 同样诅咒别人 也会大量消耗自己的能量 而祝福别人 说别人好 你就会产生自己的能量 因为当你在祝福别人 说别人好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先从自我身上得到一种好的转换 所以祝福为什么能够让人会有精力充沛 为什么表扬别人能够让人家越做越有劲 这就是正能量 这就是人需要的一种内在的一种正念和正能量 所以学博的人就是给你拥有这种正能量 当一个孩子不愿意读书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说 孩子你读得很好 你一定能考出好成绩 这就是正能量的加持 所以信仰也是这样 虽然信仰有不同 但是有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要求 有信仰的人 学佛的人 要诚 要信 要善 所以我们做人诚实 就是对人讲信用 学佛人 诚实 就是有善心的人 善就是要与人为善 多多的帮助别人 所以经常帮助别人的人 你就拥有了善缘 所以我们不管信什么宗教 我们对信佛教也是这样 要生性不移 常保持自己心中的善念 那个能够得到菩萨的保佑 所以当一个人很诚实的时候 他会得到对方的一种诚信的许诺 所以当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 会让对方感觉到 你一种虚无缥缈的意念 在散动 这就是一种能量的加持 所以我们经常要口吐莲花 赞誉别人 表扬别人